好 现在开始的 这是一场78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 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 红方是被称为中国队长的 32岁的富高峰 那么他的对手是被称为 神兮康的中国世界 都获得过泰拳比赛的冠军 是25岁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特点 也都是非常相似 特别的硬朗 重拳重腿 对 尤其富高峰的技术特点 都不用介绍了 大家比较熟悉了 大家比较熟悉了 蓝方张永康 张永康又特别介绍 张永康是第一次登上 武林峰的擂台 而且是登上了重要的 我们这个滔铁盛眼 年度全球功夫盛典 就可见他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对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绰号 介绍 对 神兮康 他是属于泰拳系 是 打法硬了 对 所以 富高峰是这个散打系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有些泰拳系 对对散打系的选手 还有 对 有底细 有密招 他的年龄要比富高峰 小七色 是 还有一个特点 刚才我注意看 身高都一样 都一发一 但是他的臂展 比富高峰 要长了十公分 是 所以身高臂展 还是有优势的 对 他的臂展在这个级别 应该也是具有这个 巨大意识的 臂展达到了一米九六 所以富高峰要注意了 后手 丁细 哦 神兮康啊 是啊 所以 富高峰要注意对方的重拳 重拳 同时要注意对方的这个 丁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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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人的换拳 丁细 对 对 对 因为他是从 呃 二零一八年开始 达武林丰的比赛的 东西特变好 连续的 三次拿到的都是这个 派 Arbeit 因为之前他在散打的成绩非常好 他连续六次拿到这个全国散打的冠军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听说跟霍高峰打就憋足了劲儿 因为觉得打的是高手吗 是名将吗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接着帅 没有成功 这还裁判还警告了一下 提示了一下 接头一轰 只允许一次发力 对 他刚刚那个还是散打一六下 再来 好 这一场孙老师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有点心跳会加速 因为不停的有逆转 刚开始这个神锡康对中国队长造成的压力还是挺大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一个是年轻啊 这个有专家在这啊 专家给点准啊 一个年轻 他的臂展要长十公分 而且他的膝用的比较多 比较主动 对 那么傅高峰呢 可能也得考虑到 这个要打三局嘛 那么是不是开始体力要分配 体力要分配 因为他毕竟大了七岁吧 经验更丰富 打过这么多冠军 对 当然也要经受 刚才说的不断地有年轻队员的这种出击 后来者 OK OK Sect out. Ready, fight! 好,第五位 对,这个方面在他这个职业身下当中啊 这个张永康呢,他是二负一胜,六负 其实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非常不错,对 他从小练过武术,闪打 后来改成泰拳,所以他可能更全面一次胜 好,我们第二回头开始进攻了 压死,压死,压死,压死 压死 压死 所以就像燕姐刚才说的 对方其实是更年轻更有冲击 是抱着一种拼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比赛 就像我今天如果说方便要发出这个邀请 谁来挑战我,肯定一帮年轻人 是,要来冲击你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输得很正常 是 但是如果一旦行的话,他们可能就一下子 一站成立 是,所以我特别体会中国队长的这种心情 他真的每一场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讲压力都巨大 是 哦呦 面部被激动一拳 面部被激动一拳 被激动一拳 对 对 今天小将真的就是,他特别的有冲劲 特别冲击你的时候,你的体能能不能够做好充分的分配 对,跟上 对 对 在分开的一瞬间,副高峰一定要把拳拿起来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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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是即場 ri 对 这不给你揣 현这样空间 对 对 可能也 特别了解这个曝光众因为知道你体能特别会出现问题 对 我要比你更年轻一些 的是 其实这场比赛对阵公布出来之后,很多拳迷对中国队长不高峰那担心也有一部分就是性能 对 对 还是 对 对 当代球人们在走的路上,这一场��凛逅演员《几守舞》 是神有看透的 年轻 冲击 经验 丰富 是吧 这是一场 也是巅峰对决 对 好 不要搂抱 有了一次的提示 按照规则的话 违规动作出现 第三次出现就是被扣掉一分 哦 又反省了 哎呀 哎呀 哦 这个时候感觉符号分的动作慢了 速度慢了 拳要拿起来呀 拳要拿起来呀 拳要拳脚了 这个时候 只是第二回合 确实 张永康逼得比较急 哎 逼得比较急 那你没有办法 你就是 好 还有十秒 十秒的时间 推开 鞋出动作 推开 鞋出的时间 对换好 再回位结束 好 还有信心 她是可能认非自己已经占据了佣 对 但这个其实还要看 根据我们的那个评判的四个因素嘛 是 逐条的往下去 去看如何去评判了 对 但是有这个信心很好 我觉得 总体感觉就是她不给对方 刚才方便说 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我就年轻气上 我连续进攻 对 消耗你的体能 对 让你没有还击之力 对 那么打到时间越长 打到最后第三局的时候 你的体能下降 对 可能这个技术上的环节跟不上 漏洞就会多一些 对 好 OK 2 好 打到 打到 关键的一回合 队长在 一分钟的休息之后 看看体能恢复的怎么样 对 对 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前 对 打打 打 接腿一次 一次一 可以 对 反力 接腿一次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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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高峰一定要注意對方的吸法 因為他的特點就是 他的綽號就能夠感受到他的吸很厲害 神奇康 是啊 教練要壓下去 教練要壓上去 可能教練也發現了這個副高峰體能出現問題了 但是這一回合我覺得這個隊長副高峰距離控制得很好 對還可以 我不給你讓你壓進去的 所以兩個人這個體能都有所下降 對我沒有想到藍方張永康第三回合上來也有體能的這個下降的這個跡象 對 這兩軍連續進攻的多 忠祐要注意啊 手拿高 找機會 對 郭高峰也是最後一國了 嗯 因為在這之前的 局勢應該說對他不是特別有利 對 好 兩個都互相換權 對 哦 對 來 笑 ky 對 哦 哦 哦 这个时候就一定是这个看谁的体能好 体能有支撑的话可能你的动作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到这个时候其实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命中率嘛 命中率你怎么样去支撑它 时间在减 美股受伤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 美股刚才碰到一起了 好 还有十秒 虎高峰厉害啊 哇 最后的十秒 看他们的起来 还没有多秒 还没有多秒 哦 好像不行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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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也不行了 哇 哦 虎高峰真是不容易 对 其实这种比赛啊 真的很难 我们见的太多了 各种项目 既希望老将能够续写辉煌 保持自己的运动青春 也希望年轻的人能够冲击成功 对 是 因为你这个体育比赛 就是以朗高过以朗 是的 我们现在老提这个后浪 后浪拍前往的这个事情 是我们也希望出现这样的 但实际上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呃 小将张永康表现的也不错 非常不错 非常好 真的不错 如果这么强劲的对手 其实他并没有退缩 第三回合 我觉得可能是体能下降了 体能下降了 是啊 没有体能的支撑动作 就是发挥不出来了 对 还有这个没话道了 被击破以后啊 对 心里有影响了 还有一个瞬间可能也有点这个 是啊 是 空白吧 对 但我觉得这场比他打的真的是精彩 很精彩 是啊 为张永康的这种 这种连续的冲击啊 对啊 像最高水层冲击的这种 能力和这种信心 集结叫好 哎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术高峰 在关键时刻 还一直咬牙顶住 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份 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毕竟是32岁的老将 对 这也就是老将的这个 这个经验跟他有这个技术的支撑 哎 这就是经验 这就是经验 战术调整得非常的快 对 这场比赛也是看到我们手势里头 不是 就是当 被击倒的那一刻 我觉得全场都屏住呼吸了 当时我们三个人也是就是 也不再说话 所以就是挺可惜的 挺可惜的 大级别的这种较量 重量级的较量 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对 已经触摸到了胜利的这个边缘 是 所以你看傅高峰呢 这种心情啊 嗯 非常激动啊 对 来自不一的这种胜利啊 对 真的是不容易 祝贺中国队长傅高峰 他获得了今天78公斤级超级明星战的 G腰带应该是 对 对 刚刚短片当中大家也有介绍 他只打了两场五个比赛 但是这场是最精彩的 而且让全民朋友无可挑剔的 是 嗯 说实话前面的两场比赛 真的大家还是有吃一生的 是 对 好 红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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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